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历经多年的谈判以及美国的意外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在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 这个包括日本、加拿大、澳洲、马来西亚、新加坡、 秘鲁等11国成员的协定 占全球国内生产毛额13% 经济圈涵盖超过5亿人口 面对CPTPP的强势登场 目前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 普遍被认为是抗衡CPTPP的弹药 然而目前RCEP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 明显落后 外界后期北京是否会改变想法 在RCEP生效以前成为CPTPP的一员 针对CPTPP生效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效应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今天首度进行回应 他表示当局注意到CPTPP的最新进展 当前国家积极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希望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 他进步指出对于区域自由贸易的安排 中方立场一贯 也就是持续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同时主张建设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原则 透明开放、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高峰同时强调 中方也在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持续付出努力 例如有关各方正在通通推动的RCEP谈判 16个谈判方涵盖了全球超过35亿的人口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例超过31% 外贸总额占全世界将近28% 是一个相当具有潜力的市场 他最后重申中国愿意和其他各方 坚持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 一起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迈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发展 中方首度回应格外引发关注 因为市场普遍认为 CPTPP11国最终将针对98%的商品取消关税 中国被排除在这个关税同盟之外 势必会产生不小冲击 再加上目前英国和泰国等其他国家 也都已经表达加入的意愿 而这些会员国也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 必然会对中国贸易带来引力程度的影响 因此推升了北京当局的危机一事 该不该加入CPTPP 中国全球化智库在9号发布一项报告指出 CPTPP在经济总量、门槛标准等方面的优势明显 代表未来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 因此认为中国应该正式向该组织提出申请 报告指出积极加入CPTPP和中国促进全球化 推崇自由贸易的原则相当一致 有利于遏制当前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态势 报告提到中国近年来诞生出不少 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型科技企业 包括华为、中兴、小米、阿里巴巴、腾讯、联想等 但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 一些国家考虑要封杀一些中国相关企业的产品 因此认为如果加入CPTPP 有利于这些中国优势企业争取到更大的国际市场 此外报告内容也指出 有望为一带一路找到更多国际经验的借鉴 以及在国际社会上的信任度 或许能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 消除各方疑虑并减少推进的阻力 另外被视为北京官方态度风向球的 微博公众号牛弹琴 日前也撰文警告随着CPTPP的生效 中国势必要有所准备 文章指出CPTPP的生效 不只代表该组织的主导国日本 2019年在经贸合纵联合中拔得头筹 还指出这个组织在环太平洋区存在的战略性意图 从国际博弈来看 中国不妨考虑加入 就如同当年加入WTO以后 更加开放增强经济实力 积极呼吁当局应该以未来经济前级为考量 考虑成为CPTPP的一份子 以上是球家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简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